全球投資人高度關注美國2024總統大選 隨著共和黨候選人川普選情一路領先 比特幣在台灣時間上51點左右大漲超過8% 突破7萬5000美元 刷新3月時締造的歷史高價記錄 而這主要是因為川普一直自詩 是對加密產業最友善的候選人 甚至在7月時登上比特幣大會 高調宣稱如果是政選將建立比特幣國家戰略儲備 並將所有相關工作留在美國 確保美國成為加密貨幣之都 不只如此川普還說 要任命熱愛數位資產的人士擔任監管官員 這番言論讓加密貨幣支持者欣喜若狂 然而川普過去其實曾批評比特幣就像騙局 可能助長毒品交易與其他非法活動 還聲稱這些貨幣價值憑空而來 如今立場大轉彎 試圖爭取更多選票 不過即便川普重返白宮 他能否兌現諾言 恐怕人待觀察 這點心我是PIN報道